8号 一身身似而身为李西装的著名影星黄晓明 现身成都 为某时尚品牌宣传造势 谈起即将上映的几部大片 黄晓明表示都不错 并且还会亲自前往电影院观看 从鸿门宴上映开始 内地电影市场就已经正式进入了一年一度的贺岁党 而此次贺岁党中 最未被寄予票房厚望的影片 《镜临十三差》和《龙门飞甲》 以及新一代玉女导演徐静磊 指导并主演的亲密敌人 已经在网络上展开了一场搏斗 然而 黄晓明对于这三部大片 最终胜负打起了太极 戏称君不得罪 三部大片都非常好 我当然觉得这三个都好 可是 我会觉得不太一样 《镜临十三差》会 我想会比较震撼一点 它是一种战争题材的戏 而且我想那个年代的东西 会让我比较震撼 我看片画 我很喜欢 《徐克的无想》 它就是无想的事情 它是用了一个比较 就是那个 以前那个年代的那种色调和感觉去拍的 而且是色调的 我也没有心情去订阅 那 徐静雷的亲密敌人 那是我的师姐 我相信师姐的戏 我还是要去支持的 атели創作人 这是弓箭迹再多用 代 卖抽